大家好 我是法骨龍 很久沒見過了 很久沒跟大家錄過波片 今天有場波想推介給大家 就是這場布里斯班斯考對FC式來 不是好東西不推介給大家 所以這麼久以來真的只有這場 想介紹這個3.5球入球大 2.25倍 如果穩陣一點的話 我們會選擇這個2.5球的 1.400倍 樹我選擇穩陣一點 我們選擇1.400倍 2.5球大 為什麼會這樣選擇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這場布里斯考C班對FC式來 你說FC式來? 奧積通常是大球的 但你是不是敲我不懂 我發現FC式來經常都小 尤其最近都小得很重要 沒有大過 你說不要3.5球了 2.5球都沒有大過 好像大過一次 以我所記得 沒錯就是大過一次 但是你看看 剛好那次就是作客那次 這裡還有沒有其他作客賽事 沒有了 可以看到一件事 FC式來 它是曬 但是作客的時候 也偶有失手 我們一起來看看 今季的FC式來 其實踢成怎樣 今季它暫時排第二 比起上季其實差了很多 上季拿64分 今季還有5場 拿42分 上季就稱霸 今季得球其實少了 失球的數字其實嚴重了 上季的作客其實失了個位數 9球 今季都未完成 還有幾場 已經失去12球 其實它的失球數字是嚴重的 你說失球數字嚴重 那布里斯番思考主場 會不會入球 我又帶你來看看 布里斯番思考 我們一起來看看 布里斯番思考 是否一隊不能入球的球隊 不是 尤其它的主場 即是今場主場 那它會怎樣呢 你看回 它今季聯賽的主場 其實只有兩場不能入球 那兩場就對著鳳凰仔 和麥爾本勝利 這些防守能力比較高的球隊 它就不能入球 但是它失球相當嚴重 我們一起看它失球的數字 這才是重點 我們只看這邊 我們只看後面 不好意思 圈得不太好 只看後面 它的失球數字 原來今季只有兩場主場沒有失球 其餘那些 你看 四球、五球 尤其近排 又失去四球 又失去五球 又失去四球 又失去四球 好了 你可以看到 這隊布里斯番思考 其實主場 只有球 每一場都有 只有兩場沒有 失球非常之嚴重 而FC逝離又怎樣 FC逝離最近的 失球數字也是有的 不是沒有的 而入球方面 其實作客也是會入球的 所以這場 你怎麼可以只比這個 全部都是小的影響 如果真的這麼小 如果真的這麼小 如果真的你看回 FC逝離 你三點五球 全部都是小的 你看 全部沒有大的 甚至二點五球 都只有一個大的 有七次小的 那馬會還會不會開 這樣的盤給你 會不會就是玩 什麼三點五給你 二點五個大高水 如果你真的這麼小 所以這場 其實只是演玩法 你可以看到 其實近這八場的數據 好像是很小 但其實只有一場作客 那一場瓦罐杯 真的不要計 因為它不是跟本土的聯賽 踢壓 跟大家說過很多次 澳職聯比起亞洲其他的 頂級聯賽 例如日本、南韓 其實是低的 因為他們的球員 是不可以用一個高價去自由買賣的 因為他們的澳洲的捉協 其實有一個規定 他們的球員不可以給很多錢去買的 所以其實不會有很多很厲害的球員 想在那裏發展 他們是厲害的 比馬會 或者比賽台 吹捧得好像很厲害 他們對著自己人就厲害 對著澳洲的聯隊就厲害 大家出到去 每次都糟糕 現在算好些了 你看回上一兩季的亞冠杯 輸五球、六球 很瘋狂的 所以這場真的不要看了 你看回其他其餘的賽事 在那裏作下是會進入球 而且也不是說沒有失球 上次也是對布你試試考 先開完大 這次所以我都會撐回大 而這次我推介的球膽 可能會更加大 我可以推介一個1比3 或者1比4給大家 但安全一點我貼這格 2.5球大 1.400倍 賺收